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我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管 講到健康 這個秋天天氣一涼 這個感冒的病患又增加了 然後進補的人又多了 可是你知道嗎 到了10月份 當季盛產的蘿蔔 號稱是10月份的小人生 那在台灣 這個季節也非常平價 而且非常盛產的牛棒 壓根是平民的人生 這兩個對日常生活 對慢性病來講 非常好的現代人的人生 怎麼樣健康生活來應用 待會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會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朋友們一起分享的 有6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江守山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中醫好朋友 周瑋倫醫生 各位大家好 再來也是醫生好朋友 鄭君余醫生 大家好 再來也是醫生好朋友 心臟內科的專科醫生好朋友 洪惠豐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阿芳老師 大家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李德權老師 大家好 先問一下周太醫 天氣一涼很多人秋冬 尤其陸秋就開始進步了 聽說從中醫的角度來講 這兩個平民人生 對現代人好棒棒 而且真的是評價很多 是 因為像只要講到秋冬的養生 好像大家都以為說一定要吃到補 會要吃到特殊的食材 才叫做秋冬養生 事實上不然的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好了 我有個病人他是29歲 長得超正 就是類似韓國來的台灣人這樣子 他就是每天就是月經也很正常 然後來我這邊調理都很OK 他在多年前曾經一次月經失調過多年前 就有一次就是在5月的時候 他去了韓國玩 帶回來一大堆就是 就是帶裝的人生機 那個真空包 就回來每天都吃一包吃一包 果真從5月到現在已經10月 他月經到現在 在我調理之下還是沒有來 就4個月 我就把他催劑還是沒來 他5月到9月 他幾乎每兩天都吃一包人生機 人生機 他覺得我要養生 而且韓國都吃人生機也沒怎麼樣 殊不知有時候 他的身體是太燥熱的時候 或是大家都很喜歡當鍵盤醫生 大家都說人生機很OK 或是像麻油機很OK 他就亂吃的時候 對身體不合 是產生一個不好的效果的 所以其實吃藥跟吃補 和找醫生吃藥 或者吃藥膳食補 是要自己注意的 那回到我們今天牛蚌的主題是 牛蚌本身就是一個 我們說的東洋人生 或平民人生 它本身是一個非常好的 像在中醫的角度是 它可以通力12筋脉 除掉五臟毒氣 尤其是它本身 它有胡蘿蔔素 居然比胡蘿蔔還多150倍 它的鈣質又是根莖類的第一名 對不對 那甚至為什麼吃 它可以長得黑的要命 結果它吃了以後皮膚會漂亮 它的維他命C是很多的 甚至我們在裡面發現 它有很多的橘糖 所以它在我們的腸肝循環 對於一些髒東西的排掉 排毒是有幫助的 所以目前我們用在抗腫瘤很多 然後至於講到我們剛才說 紅白蘿蔔 張醫師一定知道說 中醫師最喜歡講什麼 就是冬吃蘿蔔下吃 這樣對不對 不是 我今天不是要講這一句 我們講的是說 蘿蔔上了街 要鋪關了門 就是只要是心梗 心梗 對 因為每次 每次都吃蘿蔔下下不對的 因為是蘿蔔在七八月沒有 到了十月開始有的時候 只要蘿蔔上街 它本身它對清熱解毒 消炎是有幫助的 甚至像紅蘿蔔 紅蘿蔔跟白蘿蔔一樣 一個是十字花科 一個散型花科的 紅蘿蔔裡面還可以 健脾胃 消脹氣 甚至對於我們的夜盲症 眼睛是有幫助的 所以江醫師 從這個醫生的角度來講 與其吃一大堆保健品 實際上好的食材 才是這個養生調養 最好的營養來源嗎 因為我們國人 就被人家嘲笑說 我們就是出國旅遊 就是上車睡覺 下車買藥 我就曾經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去美國旅遊 那就聽說 那個導遊就介紹 那個銀杏吃的對腦袋很好 對抗刺刺剩什麼 我就買了很多的銀杏 銀杏回來 吃吃吃 結果後來吃到出血 為什麼 銀杏為什麼會出血 銀杏它這個是本身 除了對腦神經的一些 保護作用器 其實它本身有對抗血凝的功能 那加上我那個病人 因為我們腎上科的病人 本來就會帶一點點 凝血有一點困難 所以你把這兩個一起吃 果然就出血 後來腸胃道大出血 他在家裡上廁所上到 就整個昏倒 那被家裡人發現血壓太低 然後就送急診室 然後後來就是上下都是血 然後後來其實 很快就把他止住救回來 可是我在想那天 如果他倒在廁所久一點 沒人去找他 搞不好就走掉了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既然它 雖然叫保健食品 其實我跟你講保健食品跟藥 其實很接近 就是說你還是要判斷力 還是要挑適自己的 一樣可能可以產生副作用 你不要以為它只是保健食品 它就不會有副作用 就像說保健食品 也不見得沒有效果一樣 同樣它一樣也有副作用一樣 那其實今天講的這個蘿蔔 真的好營養好棒 其實蘿蔔本身是一個 很好的東西怎麼樣 你看它熱量很低 100克只有21克的熱量 所以要減胖的人 如果說你把這個吃一大堆 其實也沒有什麼熱量 對不對 你吃了一公斤 對不對 你還沒到一碗飯的量 所以這個東西是熱量 非常低的東西 而且它有維生素A 它有很多的膳食纖維 所以其實這樣子一個 食肢化科的東西 它還有這些食肢化科 固有的對抗癌症的這些東西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的 養分攝取來源 而且風險很低 那同時牛蚌 就剛才韋倫也講過 它最可怕的是 它蓋240毫克 所以植物性的食材裡頭 它是非常可怕的 各位看一下蘿蔔多少 你知道蘿蔔只有它10分之1 27 它240 接近它的10倍 所以我們 所以要補鈣的人 其實牛蚌也是很好的選擇 因為台灣人本來就蓋 因為它在攝取嚴重不足 這個也被人家講說 為什麼我們那麼多的大腸癌 因為鈣低跟大腸癌也有關係 然後跟骨質疏中症也有關係 那你要多吃這樣的食品 就可以把鈣吸收掉 那就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缺乏的問題 那洪醫師 你是心臟專科的醫生 那像這個紅白蘿蔔 或者牛蚌 富含膳食纖維的蔬菜 也是醫生相對推薦的 理論上非常推薦 但是 對不起我負責講壞話 OK 那個蘿蔔 我們平常吃蘿蔔什麼時候吃最多 什麼時候 我想了半天 我在想說我吃蘿蔔 但就是蘿蔔湯 我最喜歡吃蘿蔔湯 所以蘿蔔湯 再不然就是廣東式的那些蘿蔔 什麼的廣東式的那些泡菜 但這中間就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 你知道現在的 現代的醫學 說真的在飲食中間有三大壞蛋 哪三大 OK 最重要的是 糖 鹽 糖 鹽 跟反式脂肪 所以糖鹽跟反式脂肪 所以蘿蔔是好東西 但是問題你怎麼燒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件事 那如果你是喝蘿蔔湯 那蘿蔔湯要記得湯 你要把它當成是一碗鹽水 那鹽巴這樣一喝多了 你到後來你就變成 反而血壓會升高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什麼時候會吃蘿蔔吃得多 滷蘿蔔 對 好吃 滷蘿蔔 又香又那個 但又鹹 OK 講完它的壞話 再講它的好話 再講它的好話 因為除了我們大概 飲食中間 大概這是第一個重點之外 飲食中間第二個重點 就是我們平常說 飲食中間最好 是要吃健康 我們叫做五七九 男生的話 每天要吃九份的蔬菜水果 那女生要吃七份 一般人都打不到 伴不到 對 但是其實 其實真的 我們真的在那個 小朋友是三 那個小朋友是五份 但是為什麼它是一個 為什麼它是一個基數 因為理論上蔬菜要多一點 所以像男生的話 蔬菜五份 水果四份 可是大部分的人 其實都是水果吃了七八份 然後水果七八份 但水果它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熱量就很高 水果熱量一高 甜的一吃的話 有時候你三酸甘油脂 那些就高起來 所以對蔬果來說 理論上它是男生 九份蔬果的話 他要五份蔬菜 然後四份水果 那五份蔬菜的話 那這樣蘿蔔就是好東西 像這些的就是 非常非常好東西 尤其又沒有熱量 它是理論上最佳的東西 又可以通大便 又什麼這些都非常的好 但是最重要的局限在於 你要怎麼烹調它 真的 那怎麼烹調 接下來阿方老師就要來分享 阿方老師先分享 這個季節的蘿蔔開始盛產了 所以白蘿蔔市面上 越來越多 越來越漂亮 對 今天我們能夠買到的蘿蔔 還是進口蘿蔔 等到在差不多一個月後 可能國產的蘿蔔就會大量上市 應該差不多我們節目播出 那應該這樣講 這也是我們現在 就是無國界吃美食 以前夏天是不可能吃到蘿蔔的蘿蔔 現在就可以 那在家裡面 媽媽你用它的時候 有一個先買的部分 就是旁邊有的 尤其是國產的 因為搞盛產的時候 反正品質什麼的 好的不好的都會上來 盡量旁邊那個根須少一點的 然後有的會說那個會有必順 有沒有 那個比較成熟 它裡面其實水分多 但是有時候 你會聽到媽媽在那邊敲 敲什麼 聲音比較結實響亮 跟烘烘的聲音 如果它烘烘的 可能裡面它會是那個 棉花心 對 空心大蘿蔔 阿芳老師今天要分享 這個天氣漸漸轉亮 分享大家一個蔬菜五行湯 跟紅燒牛肉湯 對 我特別刨 然後我會讓大家看到 我刨完 我已經很努力削了 削外面的那一層 除非我都很 就是用刀子都削不下去做菜脯 不然的話外面這顆殼 是還沒有到天冷的季節 會有的蘿蔔的現象 就是外面會有一層厚殼 對 然後你拿來煮湯 它外面就會一層很像皮一樣的 很好吃 那我就這個像這樣的蘿蔔 我一般我就會把它拿來刨濕 我就拿來煮湯 改成刨濕不是切大塊的 然後我會打很多很多的蔬菜 我從家裡小孩子 然後我去學校做什麼愛心媽媽 我一定煮這個湯 因為它可以把我們蘿蔔這個季節 相關的盛產的蔬菜 你無限量的往裡面丟 然後煮出來的 等會兒小孩會吃好多好多的蔬菜 那靠的就是這個蘿蔔熬湯底 吃什麼東西可以增加 小朋友的免疫力 那我覺得就是 蘿蔔就是很好的食物 很多家長都會強迫小朋友 吃蘿蔔就是吃生的 請你不要那麼勉強 蘿蔔煮完之後 它的炭氧化能力 釋放得更多 真的喔 對 所以它不見得要生吃 所以蘿蔔就把它去的皮之後 炒成吃 對 然後其他你想放什麼料 我今天放玉米 高麗菜 紅番茄 紅蘿蔔絲都可以放 好 所以也可以順便清你們家冰箱 對 有高麗菜 有玉米 有紅蘿蔔 有黑木耳都可以搭在一起 今天這個是五行五色的蔬菜湯 對 好 老師你現在爆香 藉由四兩的絞肉 我不用排骨熬湯 我剛剛有講的 這道菜存在從我家孩子的食譜 裡面就擁有了它的名字 一直以來都叫做營養蔬菜湯 然後就是要讓孩子 把所有的營養在這一鍋湯裡面 通通都吃得到 好 所以這個時候先把它爆炒炒香 對 炒香 我把蒜頭 對 然後主要番茄 我要稍微炒一下 這是什麼番茄 都可以 黑木耳 牛番茄 通通都可以 我今天這個是在場紅的黑木耳 然後來 就再來直接加水 好 加水 加水就要來燒這個湯了 對 所以這個也是家庭主婦的快速湯 很快速 可是它的一個前提就是 你用一點蒜末跟絞肉去炒香 那你的好幾個食材 都是越煮越甜的 對 你放高麗菜 玉米 紅蘿蔔 它都是燒久了 那個甜度就燒出來 基本上就是這一段時間 你白蘿蔔出了 盛產了 同樣這些食材 通通都可以在市場上面見得到 而且價格特別的便宜 好 然後你會發現 我放進來很多的食材 對 再來白蘿蔔 烤成絲 然後現在全部你可以看到 好像剛剛看到應該有湯水 對 現在看到好像都沒有水 可是事實上有沒有水 有 而且蘿蔔會出水 全部都是水 再加高麗菜 對 番茄也是水 番茄也會出水 所以你說它是一道湯 還是一道菜 它其實是燉菜 真的 是滿滿的燉菜 對 好 所以最後放的是高麗菜 放菜是不是也有順序的 葉菜最上面 好 葉菜最上面 那根莖類的 然後放下面 好 那同一時間 我們再來燒一下 這個推薦大家天氣涼的 這個季節喝的紅燒牛肉湯 對 剛剛洪醫師有講到滷蘿蔔 這我特別開 為什麼 因為其實等到蘿蔔盛產的時候 三條五十 再便宜到一條十塊 請你拿回家 媽媽你煮 今天也煮蘿蔔湯 明天再煮蘿蔔湯 就沒得變了 你知道嗎 那我覺得媽媽拿來滷 你要滷之有道 就是說你可以跟有口味 可是如何去讓家裡面 有口味的東西 藉由蘿蔔的水分 去做一個蛋化的技巧 那我今天就在家裡面 把我家的紅燒牛肉 給搬過來 好 然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肉 對 我習慣我家的紅燒牛肉 是用牛腱 我比較少用牛腩 因為我覺得牛腩很多的 比較多的油脂 那我習慣的牛腱 我會切滾刀 好 我們那個鍋子放一點油 油 少許的油脂 這個要來做爆香的動作 然後我的爆香 要有一點點的薑片 薑片 因為天氣冷了 開始涼了 其實有一點點湯湯水水 或者湯菜很受歡迎 可是剛剛洪醫師就提醒大家 湯要注意 有的時候湯是鹽水 然後高血壓的人就要節制 還有腎臟病 還有好多的 對 腎臟病也要節制 對 我們病人常常容易水走 所以他這種太鹹的東西不能吃太多 所以你們兩顆也互通 所以他的病人也可能 pass到你這裡 你的洗腎病人可能也pass過去他那裡 我們洗腎病人都很靠心臟科 幫我們維持住 不要讓心臟壞掉 因為我們第一死亡原因是心血 洗腎為什麼心臟會壞掉 為什麼 我們的病人容易血壓高 血管容易壞掉 很容易狹窄 他中間有幾個原因 大概最重要的是 第一個是血管 心臟的血管容易鈣化 所以我們有時候稱它MIC syndrome 第一個M是說 Malnutrin 就是血管 它會營養不良 第二個是 因為你反覆 有時候在洗腎的時候 你反覆它會反覆發炎 所以第二個I叫inflammation 發炎 第三是因為它常常會有鈣跟鈴的問題 所以它會概化 所以它有時候我們稱它為 MIC症候群 MIC症候群 血管都特別硬 所以一旦洗腎人得到心臟病的話 它之後的危險性就非常非常高 全身上的血管常常都好不到哪裡去 所以我們兩個是命運共同 難胸辣地 是 難胸辣地 好 那同時下 老師現在爆香的醬片跟洋蔥 冷油開始爆香洋蔥 洋蔥隨著油溫升高 就會變成透明的質感 基本上它的嗆味就不見了 會變成香味 好 然後再補一兩顆番茄 把它切大小丁 火力夠 轉個小火 不要溫度一直讓它升高 這是烹調的小技巧 好 然後 我今天放了豆瓣醬 好 這是哪一種豆瓣醬 我用的是黑豆瓣醬 在市面上面有賣黃豆的豆瓣醬 蟬豆的豆瓣醬 黑豆的豆瓣醬都行 我今天用的是比較古早味的 黑豆的豆瓣醬 老師 你的牛肉是直接汆燙之後 切滾刀塊嗎 沒有 先切 切滾刀塊再汆燙 切完 水燒滾 因為這是沒有骨頭的 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水滾的時候放下去 讓它再煮到水滾 基本上浮沫就出來了 好 然後拿出來 你看它其實血水都還會有 對 洗過了 所以就是滾水再放入肉塊 對 可是再滾起來 就先撈出來 撈出來洗乾淨了 再過一下 涼水洗乾淨 對 可是它還有少量的血水是合理正常的 對 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下鍋的時候 你就記得不好 血水不要下去 血水就不要下去 血水會帶腥是不是 就會讓整鍋等會你煮起來 裡面上面就一層浮沫 濁濁的 對 濁濁的 好 所以這個跟有的時候我們燉雞湯一樣 對 像我今天這個牛腱上面兩頭 你可以用腿腱 可以用花腱 我們今天這是腿腱 腿腱的特質就是前面會有一點筋 再來一點 這是醬油膏 醬油膏 對 好 然後這樣子可以滷一大鍋的牛肉 所以在這裡都讓它炒香入味 對 有香了 有點香味 那個豆瓣醬也或香了 好 然後現在我們就來掛水 好 好 這個時候蘿蔔都還沒削 還沒 因為牛肉是要燒滿久的 對 而且以你切這麼大塊 通常要燒多久 我齁 其實很多人的錯覺 會覺得它要燒很久很久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燒牛肉是有方法的 什麼方法 你第一開始燒的時候 水不能多 你一旦水多 就把牛肉燒得不鮮 對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倒水 就是讓它怎樣 要整個平煙 好 整個的推平把它平煙 剛好到我們的一個肉塊的高度 所以這個水跟湯汁並沒有很多 對 好 然後我們的蔬菜湯 剛好這個時候也滾 你可以看到我只有維持小火 然後你看它整個 那整個燉菜 對 這真的是燉菜 等會最後我們來調一點鹽就可以了 好 然後這邊我們利用這個時間 因為有肉類 所以我放了月桂葉 然後放了一點點的桂皮 還有一點點的八角 還有如果喜歡有一點點的香麻味的 花椒 我沒有放辣椒 所以它是麻味 這是花椒 對 大紅袍花椒 一點點而已 然後還有幾顆像鐵丁一樣的 這是特殊我煮牛肉麵 一定會放的東西 它叫丁香 對 所以這是丁香 這是花椒 這是五香 這是桂皮 那這個是月桂葉 對 基本上你這樣子 所以是五個東西 你去中藥房 你剛剛說我要買10塊 15塊 就有了 就這樣配起來就有了 好 然後在家裡面 請它給你一個棉布包 或者是我們現在有這個茶袋 好 把香料裝進去 待會兒才不會弄 沒關係 妳碗裡面幫我倒一點水 好不好 我還是要把它洗一洗 好 對 那就是要烹調的時候再來漂洗 對 在家裡面比較方便的時候 你就是放在水龍頭底下 好 或者這樣子 去把它洗一洗 對 要把它洗乾淨 換你有一些雜質 這種東西也稍微過一下 好 那這一個滷包 就是香料包就可以放下去 就把它放進來了 好 這個是一般很多人燒牛肉必備的 一些簡單的香料 你會發現我並沒有放 很多很多的什麼醬油 我基本上只有一點豆瓣醬跟去燒 然後水不會特別的多 那水在哪裡 水在上面 所以現在才要燒蘿蔔 對 然後我的蘿蔔是上面蒸 喔 蘿蔔是 那蘿蔔並沒有全都浸到湯汁對不對 對 然後等到它滷的時候 蘿蔔會出水 對 水會變多 它不會變少 然後肉也會出水 對 肉燒完之後會變比較小塊 因為鍋蓋蓋起來 它是不是會有鍋壓 然後就會淤膏 然後淤膏就水又帶上來蘿蔔 蘿蔔就把水又再貢獻出來 所以你一開始燒肉的湯汁不要太多 然後上面鋪滿了蘿蔔 然後真正燒好了之後 肉跟蘿蔔都出湯汁 所以湯汁的水平面 又會再往上面補 對 然後就這樣子擺上來之後 你會說沒有泡到沒有泡到 如果我今天都全部蓋掉了 你一定會覺得 這鍋的口味已經不夠 我調味料要再下重一點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沒有 我只有這樣蓋起來 藉由蒸汽 它就可以把所有的肉滷到好 然後味道也夠 然後蘿蔔等會兒它也不會過鹹 然後最重要的滷的方法 剛剛林冠有提到滷的時間 很多人都會錯覺說牛肉它 有些人都說要滷兩個小時什麼的 好久耶 是 也有人把它滷到那樣吃 它就是叫入口即化 對 可是事實上好吃的牛肉是 你牙齒咬得動 然後是軟的 可是它還有回彈的口感才會好吃 所以我基本上跟大家分享 我就像這樣蓋上鍋蓋 慢慢的煮到它滾 我就轉整個爐火的火圈 都有小火苗 叫做文火 我把它調給大家看到 就像這樣子 就小小的火苗 這樣不至於會淤鍋 然後呢 30分鐘 你會說啊 30分鐘沒有入味 對 一定沒有入味 對 為什麼 因為熱脹 一直熱 對 怎麼會 會是 會入味 不會入味 滷牛肉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關火之後 你要讓它泡 泡多久 冷縮 我最習慣就是晚上睡覺前做這件事 關到 燜到隔天 早上起來它整鍋冷縮 就把所有的味道 不管是肉或是蘿蔔 通通都是同一個味道 就泡熟了 泡入味了 入味 那這個跟人家泡滷蛋是同一個邏輯 是啊 因為硬乳它是不會入味 因為硬乳蛋是不會入味的 對 然後隔天起來 我的習慣 我會把所有蘿蔔通通夾出來 有人吃蓋是第一次的一大堆 結果照常一疊就短 牛肉裡面還有鎂 鎂可以幫助你把這個骨頭的韌性增加 牛肉千萬不能單吃 因為牛肉本身是最苦寒性的 但是如果它加上了其他的藥材 就會讓它好上加好 它對於我們說的是降血脂和降血 是有幫助的 蘿蔔跟肉讓它分離 因為它在最上面 對 因為我不要無止境的 我再來我沒想要吃牛肉麵 我吃牛肉會飯 我就多少的蘿蔔 我就配進去就好了 然後我是職業婦女 他們大家都會問我說 為什麼可以兼顧家人 常常像這樣一鍋就很方便 吃會飯 當煮菜 煮牛肉麵都可以 那這樣蘿蔔就是蒸得很透 然後你隔天喜歡的時候 你軟一點 你把它開火煮到滾 那個口感剛剛好 今天 來 好 今天我們事先燒了一鍋 那這個是阿方老師事先泡過的 我們來看一下 哇 好感人的紅燒蘿蔔湯 就是剛剛的比例跟剛剛的紅燒蘿蔔湯 我想來找一個 牛…牛筋的部位吧 讓它 來 好 這裡 這塊就是牛筋 你用筷子 扎扎看 我把它夾住 夾住 OK啊 是還有一點點Q的 對 可是是Q的 是Q的 但是 是扎得下的 是扎得下的 扎得下起來的 然後它不是完全軟到入口即化 它是還有一點點Q的 然後整個顏色都是完全透的 然後這個廣東人就叫這個蘿蔔 叫和味蘿蔔 就是滷牛肉的蘿蔔 好 然後在我家 這個時候 你不用… 我們今天一大鍋一定吃得完 對… 在我家就是要吃多少 加多少 對 然後 然後這個蒜苗 天冷的時候 蘿蔔出來的時候 蒜苗也出來了 對 就這樣子放上來 燜10秒鐘 它就好吃 然後旁邊10秒鐘 剛好我的營養蔬菜湯 也好了 其實它不像湯 它真的是燉菜 對 它像湯菜 就是帶著水分的菜 可是你吃完 滿滿一鍋菜 你會很滿足 你會覺得你喝到很多的湯 好 可是是蔬菜湯 好 一點點的鹽吧 好 難怪這個 幫小學生設計這個 小學生剛好補充一大堆 蔬菜膳食纖維 對 好 跟芹菜 然後這樣子起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 你看它煮出來那個肉 你說雖然不是入口即化 不過我還是比較喜歡這樣子 就有點咬勁的情況 而且那個筋不會難咬 可是也不會太軟 有些軟 你覺得有點爛爛的 有點可怕 像那樣的筋 我覺得是剛剛好吃 而且泡湯汁 真的就入味了 不用再更嚴重的 不用說一直滾 那真的是對不起地球 接著下來 也請教一下鄭醫師 秋天開始 聽說也是諾挪病毒的 這個耗發的時期 那今年的腸病毒 是真的流行的很嚴重 因為我們一般腸病毒 是4月到9月是盛行的 然後今年的腸病毒 其實它就是非常盛行 像今年 今年非常盛行 到我化妝室的 另外一個節目的化妝師小孩 為了腸病毒放了好多架 他自己得腸病毒 還有他們班 聽說得到一定層數之後 不能上課 然後他就好高興 為了腸病毒還停課 小朋友很開心 但是爸媽可能會很困擾 因為今年就是 全台就有200多班 不停的停課 而且因為腸病毒 它其實是有50星以上 所以它並不是說 你感染了就不會再感染 有時候你感染了 還是會反覆再感染 所以有可能 像我之前就有一個 7歲的小男生 那他就是第一週他先感染了 然後就他害其他 就是四個同學都感染 然後就全班停課 然後過了三週 然後他又再感染另外一星 結果又停課 結果變成說他整個學期 三個月 幾乎有兩個月都在停課 都在停課 然後爸媽就很困擾 那其實對於上班人來說 也很困擾 那腸病毒一旦感染 到底有多嚴重啊 腸病毒感染的話 最常見就是 泡疹性的咽下咽 就是他會說他喉嚨很痛 然後或是他會高燒不退 可是因為他會有潛伏期 然後他整個過程 大概會有7到10天 所以他會先發燒 然後胃寒 然後之後燒退之後會 就是譬如說手腳會長疹子 然後喉嚨會破掉這樣子 對 那小朋友就會吃不下東西 食慾不好 那他們其實這個病 並沒有特效藥 沒有什麼殺腸病毒的藥物 那爸媽一定會就問說 那要吃什麼東西 可以增加小朋友的免疫力啊 那我覺得就是 蘿蔔就是很好的食物 對 就是說增加它的膳食纖維 跟這個長期調養它的免疫力 不然為什麼都是同一枚小朋友 他在感染不同的腸病毒 因為有小朋友他可能先天 譬如說他早產 或是說他有氣喘過敏 所以他長大之後 他免疫力比較差 他就會反覆的感染腸病毒 要不然腸病毒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中都有 然後我們大人也有可能會感染 但是比較少見 那小朋友 如果當他免疫力比較不好的時候 他反覆發作 那特別是今年真的 感染率非常的高 對 那如果說他有時候 感染到腸病毒重症 71型的話 有小朋友會造成一些後遺症 什麼後遺症 會得這種手口足病 那一開始可能就是會先說 他發燒紅頭 那一般就是家長可能會想說 他是不是感冒 或是就一般的感冒咳嗽什麼的 可是如果你發現說 他燒得很高很難退 或是說他喉嚨痛得比較異常 他會說他喉嚨痛感好像不是那種感冒的 單純的痛 可能是有點像燒傷的 那可能就要去稍微檢查一下說喉嚨有沒有破掉 那可能燒退了之後 就是會手跟腳會長疹子 就會像這個上面這樣 那這個疹子還會退還會消失嗎 還是會一直持續著 這個疹子大概會持續到10天左右 而且它會癢 而且它上面的水泡是會傳染的 對 然後長命毒小朋友他吃的東西 還有他講話的飛膜都有可能會傳染 那所以有一些案例就可能 小朋友也傳染給成年人 或者小朋友在幼稚園裡頭 就大家群聚的傳染 互相的傳染 就是如果一開始你沒有發現的話 很容易就會群聚的感染 對 那加上說他的新別又很多 然後今年的新別又有變異 他的基因有變性這樣子 所以今年的感染率很高 好 那接下來我們李師傅 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又好吃的 乾鍋牛棒雞 那這個燒它的同時 待會師傅也要分享 市面上現在牛棒爸爸的款 怎麼樣來挑選 對 好 這邊今天我們就準備一些 防腐雞 然後牛棒 稍微切 稍微厚一點點 口感會比較好一些 而且你泡了一點水 讓它比較不氧化 對 比較不會那麼黑 好 這個是一般的水嗎 一般水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我們加點油 好 我們來一點油 加一點油 牛棒因為也是鐵質 也滿豐富的 對 那所以它其實也是容易氧化的 沒錯 它會變色 它會變色 所以稍微只要去皮之後 就要泡一點水 防止醬餅氧化 讓它不要那麼難看 好 好 我們把蒜片 蒜片 薑片 薑片 今天燒的是乾鍋 對 然後 所以準備了乾辣椒跟花椒 對 這邊我們稍微把它爆香一下 爆香一下 好 乾辣椒也下來 好 乾辣椒也下來 通常我們乾辣椒在爆的時候 炒到乾辣椒有點變白 它香味就出來了 好 然後我們的花椒 花椒直接在這裡就炒了 就這樣炒了 對 這是四川大紅袍 對 然後 你常用的也是 對 然後我們把雞肉就放下來 好 我們炒香了我們的香料之後 雞肉就可以下來 這邊 雞肉炒到變白之後 加一點辣豆瓣醬 剛剛阿芳老師是用黑豆瓣醬 對 我用的比較開始的 好 今天因為燒的是乾鍋 對 所以是帶一點辣的 對 然後加一點點的蠔油 一點點的蠔油 那在這個地方 醬香要炒出來 對 稍微只要加豆瓣醬的東西 就把它炒一下 讓它香味出來 好 然後就把我們的 牛蚌 水分我們不要下去了 就把它撈起來 牛蚌在這個時候 也可以拌炒了嗎 那你把它切成片 稍微厚一點的 因為這個牛蚌要吃脆脆的 它不是要吃那種沒有口感的 所以在這裡 就可以稍微讓它拌炒 對 然後把它炒香 炒香之後就是像一般乾鍋 就要燜燒嘛 不用燜啦 就把它燒就好了 好 紹興 紹興 好 黃酒紹興 對 然後加一點水 黃酒的酒香開始嗆 對 好 加少量的水 好 大概100cc就夠了 這樣把它稍微燒一下 燒到水分它稍微收乾 這邊可以不用蓋 因為這個時間還滿長的 好 燒到同時這邊 讓它燒我們來介紹一下 像我們的牛蚌 好 現在市面上很多種 看到會開氣 對 這是台灣的 這是台灣的 這是進口的牛蚌 它是大陸進口的 對 大陸進口的 它特色是甜味 你把它凹斷 你咬的話 你會發現說它是甜的 它不是那種吃起來沒味道的 它是甜的 然後很奇怪就是它的質地 它是不大容易氧化的 好 這個台灣的呢 這是我們台灣的白皮的 我們把它塑膠帶取出來 對 這些都是有生產履歷的 靠近市場比較常看到這個 對 那最受歡迎的是這個 這個外銷日本 日本人特愛 我們看一下 黑皮的 它跟白皮的大小接近 可是它皮的顏色是不大一樣 這是黑的 這是白的 然後這個是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台灣品種 只是種的比較粗 然後這個是大陸的 所以這個黑皮 市面上不常看到 都常常外銷日本去 對 這個日本最愛的 我看 據說它的營養成分比較高 可以折斷看看裡面嗎 可以吧 它們只有皮不一樣吧 它們裡頭 好漂亮 看一下看一下 主持人沒在怕 來 這個牛肉如果中間是空心的話 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啦 這是我折斷 沒有 我說如果它有空心 中間你開 其實像你能夠這樣一折 就啪一聲這樣 這個牛肉新鮮 好吃 如果你突然 彈性好好喔 好不大斷 那個牛肉中間一定是空心 好 那我再側一隻 看一下 其實它們肉的顏色很類似 你這樣子看其實看不太出來 可是它會差在河邊的速度 對 黑色的 黑皮的河邊速度會比較快嗎 你量這 你現在比一比看 他們在消好的時候 差很多 非常的快 黑的黑好快 所以呢 根據菜商表示說 能量高 氧化越快的 養分越高 對 那有可能 因為它的品種 皮也比較黑 對 可能是剛剛講的一些微量元素 那所有會氧化的 往往有鐵質 或者一些微量元素 就跟我們削蘋果一樣 對 那蘋果也會氧化 對 所以 所以 然後日本人用迷信黑的 對 任何東西都說黑的比較好 黑的比較一樣 所以 這個 都是 根據菜商表示說 這個東西都是營養比較高 而這個 它不大黑 可以折折看嗎 折啊 它不大黑 為什麼 它消好之後 擺很久它還是白 也不黑嗎 不黑 你給我們的來賓看 你看 這個是比較粗的大陸的 它的肉比較白 它白到有一點點像碧琪 那麼白了 對不對 然後 你這樣直接這樣吃的話 它是甜的 吃起來就是甜的 你一定要逼我吃嗎 沒有 我沒有逼你吃 我實在告訴你 你說 你只在Cue這個梗 你稍微要咬一下就好了 它真的是甜的 它味道夠不夠 很甜 感覺不會像在吃竹子 可是 甘蔗 對不對 是不是很甜 它甜度極高 真的喔 很甜 甘蔗 甜度極高 很像洋地瓜 那邊很想吃 甘蔗 林冠 它的口感很像那個洋地瓜 就是那個掛吉 可是我覺得它的牛蕃味就很淡 它就是味道它沒那麼淡 沒有那麼濃 沒有那麼濃郁的感覺 沒有那個牛蕃特有的味道 你吃起來其實就是 你笑完就這樣吃 你也覺得 也不會很突兀啊 也不會很怪啊 甜是菊糖是不是 對 甜應該就是菊糖嘛 菊糖就是剛剛醫師講 會幫助消化 牛蕃可以生吃嗎 應該可以 還好啦 沒問題 其實有時候蕭蕭 我們都還是會吃 吃看 甜不甜 沒有什麼味道 因為它 很妙 一般我們這種牛蕃 我們要做一些炒的時候 它其實有教過我們就是 你切好之後 擺在冷藏 你擺個幾小時之後 它會更甜 為什麼 你要來做那些蜜汁的時候 擺個幾小時它會更甜 他說它的糖化作用它會更甜 我現在去一下黑色的皮看看 然後 黑色的真的比較容易氧化 吃起來會有很重的人參味 真的假的 牛蕃味道又很濃才香 黑色的一定比較重 因為它的微量元素 一定跟白色的還是有落差 所以它才黑的比較快 對 它甜度很低 非常低 你吃不到什麼甜 它纖維又是硬 吃不到什麼甜 然後它人參味比較重 它有參味 對 可是它參味也沒重到 像高麗參那麼重 對 這就是一個參味 可是剛剛這個很壁齊也很倒極 對 甜 就是甜度很高 然後纖維是有水分的 對 所以口感是很接近壁齊的 所以它們的纖維的粗細 還是有一點點落差 這個差很多 這個水分多很多 非常細緻 這個你如果把它煮久一點 熬久一點的話 它吃起來就是感覺像蘿蔔 有可能 感覺像胡蘿蔔那樣子 就是軟軟軟軟 因為它纖維跟水分都比較柔軟 對 所以很多人喜歡 就用這個來做一些 像我今天就用它 來做了一個 算是甜點 小菜嗎 對 小菜 開胃菜這樣子 你怎麼做 這個只要把它加水蓋過它 加幾顆酸梅 加幾顆化煤 然後加點糖 然後拿在電鍋裡面 兩杯水蒸好 蜜汁 就是這樣子很好吃 完全沒有纖維 完全沒有纖維 它就可以放冰箱裡面 你要吃的時候就可以當零食吃 它就是有少量的味道入味 然後酸梅就化解一點點它的膩感 對 然後可是你其實還是吃到很多 它牛蒡的膳食纖維 對…我加了一些薑 讓它那個味道不會那麼重 感覺比較像 那種小菜一樣 凝食一樣 OK 吃起來完全沒有什麼纖維 好 同一時間師傅 我們的這個乾鍋牛蒡雞 對 也慢慢的收汁了 留一點湯汁有時候你拌飯 拌麵都很好吃 留一點湯汁在家裡面的話 然後最後我們的蒜苗 怎麼這麼妙 你跟阿方老師都大量的加蒜苗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 這麼巧 所以蒜苗這個季節也是非常好吃 然後芹菜 芹菜 也補一點膳食纖維 對 那牛蒡的膳食纖維也是非常豐富的 好 這樣子拌勻炒勻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好… 我們李治富的乾鍋牛蒡雞好好吃喔 這香料真的很入味 對 尤其這個牛本身不是辣 它就是一個麻麻的讓你的舌頭 震動的感覺 對 那這個跟牛蒡配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非常對味的 而且牛蒡就有非常多的膳食纖維 跟微量元素嘛 聽說對於一部分的慢性病患來講 這個也是很好的選擇 對 其實因為我們慢性病患很多的禁忌 再加上身體比較虛弱 胃口比較虛 所以它吃的量不夠 很多病人其實都處於一種營養不良的狀態 事實上我們聖誕科的病人最大的危險就是 有些病人他會死於營養不良 因為他的營養素都洗腎洗掉了嗎 洗腎洗掉 而且它進食量是低的 不敢吃 然後它的消耗量是大的 因為它有慢性發炎的問題 所以它是入不敷出的問題 那即使是正常人 你也常常看到那種 營養不均能造成的病變 比如最常見是什麼你知道嗎 最常見是有人吃鈣 第一次吃了一大堆 結果照常一疊就斷 那他就覺得很冤啊 他沒有想到說其實我們 骨頭不是只有硬就好了 我們骨頭除了硬之外 它還有韌性 那骨頭韌性來自於它的蛋白質 還有其他的元素像鎂 那很多人因為他只偏重於保養這些 吃這些補品吃鈣片 他也不吃海產 所以他鎂的來源很低 那如果不吃海產的話 就請大家記得吃這個牛棒 牛棒裡面還有鎂 鎂可以幫助你把這個骨頭的韌性增加 所以才不會說一碰就斷 一碰就斷 因為你再硬 只要是脆的一碰就斷 就跟你家裡的那個碗一樣 很硬啊 對 所以你才會說 這個慢性病缺乏微量元素的人 其實各式各樣的後遺症跟副作用很多 那鄭醫師從臨床上來講 現代人很多人缺乏膳食纖維 或者是嚴重的便秘 牛棒也是補充膳食纖維 非常好的來源嘛 因為現代人可能蔬果都吃得不足 可能上班也沒有空準備這樣子 那很多小朋友他們可能飲食 那70歲的阿嬤 他就是兩個 兩到三個禮拜都沒有上廁所 他都不敢跟他兒子講 因為他可能小孩都在忙 他就自己在家裡 然後等到他真的受不了的時候 才來給我們看診 然後我們是用外力去幫他先挖出來 因為排便在那個大腸 他是會被大量吸收水分 所以他最末端的大便是最硬的 所以變成說 而且他們有時候 如果他們有一些肝腎病免 長期便秘的話 其實會造成意識不清 或是身體有一些毒素會堆積 所以平常就要注意補充一些膳食纖維 那像牛棒或者是剛剛講的蘿蔔 它裡面就是有水溶性 跟非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那如果說 而且對於一些不喜歡吃青菜人來說 他們的味道或是說 它咀嚼度其實都可以被接受的話 平常如果多補充 就可以預防這種狀況 那秋天也是養肺的季節嘛 所以這個周太醫也要分享 牛棒事實上也是非常適合做養生茶飲的 對 這次時候很多人會反覆感冒 和反覆吃中藥吸藥之後 造成他身體又虛 發炎指數又高 就內火中燒 而身體是體力差的 我們會把那個牛棒和蘿蔔提高 拉高比例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牛棒千萬不能單吃 因為牛棒本身是苦寒性的 它必須不要被妖魔和神化 它就是一個牛棒就是食物 但是如果它加上了其他的藥材 之後會讓它好上加好 所以我們就用牛棒的皮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造蒜鐵質 這個是生牛棒的皮 還是乾的牛棒 生牛棒皮 因為裡面有剛剛你說黑黑的鐵質和造素 對不對 我加上了菊花數朵 五到七朵 然後加上一個叫萊芙籽 就是蘿蔔的籽 就像紅棗 大概五到七枚 就可以去泡水或煮水來喝 這樣對於我們說的是降血脂和降血壓 是有幫助的 但是很多人把它濫用到 它好像可以百搭 什麼都可以用來減重 事實上牛棒對減重效果是略差一點 是在降血脂跟降血壓的 好 那節目最後 江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叮嚀 固然這些都是很平民 而且很正常的日常的食物 不過我們還是要了解一下 像牛棒裡面的 因為美離子高 所以症候很不好的病人 真的不能吃太多 它的膳食纖維加美會導致病人 美在累積在身上 而且容易拉肚子 還有胡蘿蔔的問題 因為很多家長都會 強迫小朋友吃胡蘿蔔 去吃生的 請你不要那麼勉強 因為胡蘿蔔煮完之後 它的抗氧化能力釋放得更多 真的喔 對 所以它不見得要生吃 那最後就是說 還是要叮嚀一下 你那個十字花科的東西 都可以抗癌 這沒有錯 那你的白蘿蔔本身 你把它吃的是很好 可是萬一你就是一直生吃它 譬如說腌蘿蔔 菌微細葉這些東西 都是生吃的話 吃久了怕這個甲狀腺會腫大 因為它會對抗我們的甲狀腺 所以它一定要加熱 才能迫害這個抗甲狀腺的物質 那因為我們台灣目前營養調查結果 我們因為顏色取向降低的結果 很多人缺點 那缺點甲狀腺本來就容易腫大 那你如果再生吃很多白蘿蔔的話 那就腫得更厲害 那就會很難看 所以大家要記得這個東西 煮完如果你甲狀腺比較不夠的話 甲狀腺機能低 或者是點低的人 你恐怕煮熟吃比較安全 好 謝謝江醫師的丁禮 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 Marchi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我們的節目播出的同時 螢幕左下角的QR Code 也是我們的節目LINE的官方帳號 歡迎我們的忠實觀眾跟粉絲們 小苗這個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